博烈论,今天在爆风球之下和大家继续聊天 周显,这个风球 很多人在Facebook说风力不太强 当然,我们都看到白头浪 你觉得这样没了一天,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没了一天,当然浪费了,很多都很惨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换在水深火热 即是说,如果你没工做,你没多一天的话,你少少一日工 但你有工做,在吊盐水 譬如前几天我见到阿刺哥,阿刺哥真是惨不堪 至少他都没有收拾,还有些装修 但他那些完全是做饮食业,零售有,很多是经验不到的 你少做一日生意的话,大家没有生日生意的话 大家非常惨,整个社会 其实很多人可能是上班,希望放一日假 但问题就是那些人,有些人是真的 现在靠着每一天开工,来吊盐水 那确实我又看得到,好像和以前有些不同的 社会气氛 以前,好像你说的,如果你是打风 那些人可能都会开桌打四圈 然后就放上Facebook,就很开心,或者去看一场戏 但今次你没有发觉,或者我的朋友圈不知是不同 我发觉没有了这些东西,大家都好像很正确地在家里坐在那等 第一,你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开箱打四圈 今时很少人打麻雀,那些雀会都在那里收拾 不像以前,以前我们小时候打麻雀 不知道你会不会打麻雀 打麻雀,就是有联络感情的,你不打麻雀 你不打麻雀,就是有联络感情的,你不打麻雀 你不打麻雀,就是有联络感情的,你不打麻雀 你不打麻雀,你会没有朋友的,但问题就是 现在这个年代,大家晚上可以唱K 做什么,就是赌钱这个高级的娱乐 高上的娱乐,高贵的娱乐 现在已经是非常之不流行的 高上,高贵,高级,三高 是,因为你赌钱,你是训练的努力,训练智力,训练数学 你赌钱,如果是唱K,训练的智力是比较少的 所以那些人都是老人家,应该要去打麻雀 经常都这么说,你会比较不容易,老人痴害 但你不会说老人家要唱K,没那么容易,老人痴害 即是说打麻雀,高级唱K,和健康唱K的娱乐 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因为我们公司在阻禁 有很多麻雀馆,我发现现象就是 当这个卡拉OK,所谓由高峰到现在 就是比较静的行业,但是麻雀馆不是 这些麻雀馆间间都爆破 麻雀馆是大陆人的,麻雀馆被大陆人未来之前都收拾 现在就肯定不是 现在没有了大陆人的牌 现在打的牌是大陆人的牌,不是香港人的牌 香港人的牌不是这样的打法 即是现在港式牌也没有再打大陆的那些碰碰牌 所以主要都是大陆人去打,去维持着麻雀 是不是叫深圳牌那些? 好像是深圳碰碰牌 是的,其实我们讲一下是怎样打法的 很多人懂得打,我就不懂得打 即是只准碰不准上,类似是这样的 反而我觉得不懂得打的是那些人不懂得打捉冠牌 香港没有人懂得打捉冠牌 什么叫捉冠牌? 捉冠牌就是麻雀馆以前打的牌 即是斗快食物那些? 我告诉你,黄精都不懂,黄精是不懂得赌钱的 我告诉你黄精是完全不懂得赌钱 而且拍赌影片竟然看香港人的水平有多低 对,谁有自摸两番? 我告诉你,是自摸两番 打了谁有自摸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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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自摸两番是因为 那个是 怎样计算是没有自摸两番? 第一,打麻雀是没有自摸的 捉冠没有自摸的 捉冠是没有自摸的 捉冠是捉冠 那天是捉冠打的 黄精拍的电影 黄精拍的电影 黄精这么嘔心 你不懂得赌钱都教人 赌钱都教人赌钱都拍赌神 你知道这个世界 他几十天很离谱 他犯了很低级的错误 但是香港人的水平太低 所以看不出 但好像我这种倒战 譬如你玩 譬如他不懂得捉冠牌 打捉冠牌没有人懂的 因为捉冠牌没有自摸的 自摸不会加多一番的 自摸不会加一番的 你自摸甚至是 不会是威威那么多的 你是造庄 无论是 哪个人出宠都是这么多钱 你是看庄街哪里 现在庄街没用 看谁做错 所以这个是捉冠牌 很多人不懂得打 但没有自摸 然后黄晶是一个很离谱的 就是 赌手牌比赛 如果说例 是不能打时间的 但他居住香港人的水平很低 但他们可以照顾 问题就是 香港人是很能够接受的 如果看这些商业片 赌钱的水平很低 就是我们经常说 推荐赌钱的文化 因为 谁说推荐赌钱的文化 赌钱肯定有健康 通过你唱K 或者其他那些 年轻人在上网 现在有些卡拉OK 只能算到你唱了一首歌 你消耗了多少卡拉里 是 但赌签不是消耗卡拉里的问题 赌签的智力会更好 所以现在的人都比较差 比较深圈比较差 你好像很熟悉 你有没有记得你最喜欢赌什么 或者基本上有没有什么 你很难忘的赌的经验 博彩不要说赌 我其实每一样做都比较喜欢 我家企之中我是接近赌签最差的一个人 我哥哥的父亲都说赌签可以维生 可以维生的 是的 因为我哥哥就是赌到什么呢 我哥哥赌到是打苏格船在香港第十十名的 赌卖可以维生的 赌卖可以养妻活儿 赌卖可以养妻活儿 是 赌卖养活儿的那样的 是算数字 还是血筒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少时我在每一幢赌写 你把他的赌赌赌赌赌的赌赌 但是从街 rheode的人你赌赌 也是赌赌走mens的赌赌赌 现在一定是的 没什么人不能加到赌赌 zac 周昌今天就会讲一个大 króla 我和他不一样的 首先我像他说 parle 看到黄正的电影 我就纯粹看娱乐 看不出他拍得不合逻辑 我真的看不出 另一方面,讲回这个赌场 其实真的不太好 大家只能够小赌而情 千万不要,像他所说的 赌场可以轻加 大赌场轻加小赌养妻活业 下次再见